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是五月七月 今年是三月十三 而是說以五月的結日 今天設合到祭祀求學 以及風友 所以我們用今天來辦到這個讀書會 今天有這麼好的老師 在這段天使第二的聯合 來跟我們講到很重要的課 才是我們大家真有福氣 這個老師是思青宗室的主任委員 他專門可以說到很多特殊這方面的事情 臣經在那種空中大學貴貴很多課 所以今天要講的題目就是 教堂特殊率率率人生 用在歷史以前的事情 來講到我們人現在的情形是什麼 這個全體的英工的題目就是 全主來治療 是說到五月戰進行進行的一大事情 這是非常非常的政策 來 我們現在的時間不夠再想前 讓我們這個老師 這樣對這個故事好好 再把演唱下去 大家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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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說我知道的到這裡來跟各位分享 那麼這樣的一段分享 我們就是希望把這一段時光 用快樂的以及用比較感性的方式來度過 那麼我們在工商社會大家都會忙碌 這一段忙碌的時間我們怎麼樣的調劑 就是用一些這一些這個歷史的故事 以及人生的一些記憶 然後我們來調節一下 所以我們說這是一個笑團歷史 然後我們再來說人生 那今天講的會延續上一次去年六月六號 在圖書館講的一些包括論語以下 一些在我們人生當中的體驗 那非常感謝今天大家來 來這個共同來研討這一些歷史 以及人生的事情 希望我可以帶給各位 一個一段歡樂的時光 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 我盡量不用麥克風 後面可以聽得到 因為我覺得麥克風要多了一個動作 要多一個動作 有時候就彈起來會比較不方便 那我這樣子講不透過麥克風 是一個原聲原調沒有變調 所以也希望我在這個講室當中 也不會有變調 有變調的地方請各位給我指導 那這個可以看一下嗎 這個噴框 清楚 給你給你打下來看 我給你打下來看 這也可以看清楚吧 這可以吧 那今天我們說刺客 刺客裂狀 在史記上面的刺客 也列了七位 七位刺客 你把刺客的各個背景都不一樣 但是 這個大同小異 大同的部分 他們就是一種 狹義世界裡面的人物 什麼叫狹義世界 以現代來講 我們不好聽的 叫他是社會人士 黑社會 如果比較文文 比較中肯的講法 他們應該是一個社會人士 是不是這樣講 因為 我們說黑社會 一定是做一些壞的事情 我們印象 那黑社會有一個狹義派 狹義派 古時候的狹義人士 就是我們現在統稱的 另外一個世界 社會 黑社會 我們就這樣理解 因為那個時候那些人 你看看 市農工商 有很多個行業 但是他們 不一定有固定行業 只是 憑著一份 滿心的這種正義感 到處去行俠 仗義行俠 仗義行俠 這樣的一個人士 我們後來 把它編成一個列狀 刺客 那麼孔子講 有勇而無謀 是不行的 對不對 要有勇敢 然後有智慧 才能稱為是一種 君子 如果君子 如果只有勇而無謀 沒有智慧 那就不能稱得上是君子 那麼 這些刺客 我們可以稱他為君子 為什麼 因為他除了有勇以外 還有一個正義 在他的心中 他表達在行為外面的 是一種正義的表現 那麼正義的表現 我們知道就是說 這個 有正義感 然後去了邪惡 以正勝邪的一種行為表達 這些多人 算是一種君子的行為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 專注 專注在三千年前 也就是五月 春秋之前 五國 君皇的繼承者 這一段 古時候的宮廷內幕 因為有 到現在一樣 因為有 權力 以及 利益的分配 所以他們要爭奪 在宮廷裡面的生活 並不像我們一向百姓家 他可以說很自由自在 而且親情兄弟姐妹都很和樂 不一定這樣 因為權力 可以導致正爭 爭奪 那麼 專注 是誰找出來的 專注 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刺客 各位知道 楚國的五子婿 過山關 到了燒關的時候 一夜之間白了頭髮 有這種事知道嗎 因為楚平王把他的父親殺掉 是不是 因為他要報復仇 然後楚平王要追殺他 從他連夜出關 到了燒關 一夜經的煩惱 就擺了頭 最後他就是逃到了五國 到了五國以後 在街上走 碰到了專注 認識了專注之可 怎麼認識 陳老師知道嗎 陳老師知道嗎 他賣豬肉 他賣豬肉 他是賣豬肉 有一天 他在路上 在街上 跟人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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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打架當中 他老婆 出來 叫他專注 老娘在夾舞 他母親在喊他 他馬上就跟人 停止打架 就跑回家 這個就是看到他一個笑的表現 也就是看到專注心裡面 那一種君子之風 正義 孝道為先馬 仁義 的這種表現出來 所以他認為說專注這個人 可以提拔 可以用 他就把這個人記在心裡面 那麼後來就是因為 吾國 皇位 帝位 君王帝位 繼承的問題 發生了爭執 這怎麼樣的爭執 這一段 老師講義馬上來 老師講義馬上來 講義 好 謝謝 那 這是無妥 好 這個地方是無妥 你說 怎麼樣 夫差大家認識吧 夫差大家也知道 合理大家也知道 知道 好 那 合理就是什麼 合理就是光 這是光 聽上面有沒有 這是光 那 因為他這個地方 從開始 從這個獸夢 一直傳授到 朱凡 朱凡在傳授給他的 兄弟 本來朱凡要傳下來 是要這樣傳的 帝凡是不這樣傳的 從長子 從長子 一直要傳到這裡 然後再傳下來 但是 從在這一代的時候 傳給兄弟 然後 又傳給這個 姨妹 做兄弟之間的來傳位 所以引起了這個光 的不滿 這個光就是說 如果要傳位的話 應該是從朱凡 到我 然後再下來當夫差 這才對呀 那你現在從這裡 鑽個關 從兄弟那邊傳過來 本來從姨妹這裡 要傳給紀渣 紀渣最賢 那要傳給他的時候 他跑掉了 跑掉了 不願意接受 所以呢 所以呢 就傳給姨妹 姨妹死了以後 又傳給寮 兒子 兒子 他的兒子 所以光就不滿 因為你這樣傳 並不是正統的傳位法 而是要從這裡就給我了 你現在轉了一個彎 到這裡又給我 不對 還不高興 所以他心中啊 是要把這個鳥幹掉 把這個鳥殺掉 如果把鳥殺掉 他就很名正元順的 變成王位的繼承人 就是這樣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光 這個 無自信 就去找到這個光 他說 你想要把這個王位拿回來 我可以給你幫忙 一定要把這個鳥刺殺掉 你才有辦法 因此呢 光也同意 但是有一個條件 你王位得到了以後 你無果 要 為我 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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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復仇 要去打 楚國 你要幫我復仇 打楚頭 光也同意啦 所以就把這個事件 就定下來了 那麼怎麼自殺 大家 我們這個講義上 等一下就遇過來了 再軟機馬上好 再一分鐘 好 那我把這個 史記裡面 司馬遷記載的 這種刺客列狀 專注的這個故事 我把原文 印下來 然後把翻譯 也印下來 各位等一下 看一看就清楚了 那這個故事 我大概就是這樣講 他的前因 是這樣 那麼他的後果 是怎麼樣呢 但是 武子 那個 武王啊 他把這個 鳥 殺掉了以後 有點後悔 不是後悔 是反悔 不希望說 就派兵去打 死活 但是武子 是一直跟他吹 不行 這是你當初 答應我的事情 你現在 不打無法 等於是 回到我們兩個 以前說 約定的事情 那 我在想 不一定 把這個故事 完全說完 我把它的 大列 重要的 講一講 讀書會 就希望你們 多讀書 把講義不會拿回去 原文看一看 翻譯看一看 你就有所得 然後我今天講解的一些東西 你們就會體會 那 這個就是 光就是和吕 然後這個是 兒子就是夫差 夫差跟誰 跟月王勾勁 就打了一場仗 很有名的 歷史上我們都說 五月春秋 他們恩恩怨怨 那麼專書怎麼樣 他就 這當中啊 他是學習 做魚 跟 跟這個 跟這個 船夫啊 去捕魚 然後捕上來魚 學習怎麼做 做這個很鮮味的魚 好像市面上沒有辦法吃到的 特殊的味道 然後 讓 吳王 鳥能夠賞識 能夠賞 所以 他就 自己 自我訓練 訓練了好長一段時間 把這個魚 做得很好吃 然後 再經過你推薦 送到 鳥 的這個 這個 面前給他吃 魚裡面 嘗的是什麼 魚裡面藏什麼 很有名的 魚藏劍 魚藏劍 魚藏劍長什麼樣 這樣 這個就是魚藏劍 把那個 劍 藏在魚裡面 獻上去 獻給 聊 吃 這當中 接過來以後 就把這個劍拔出來 把 吳王鳥 殺掉 這個是一個 圖片的 模擬的 圖片 那這個當中 他是要 有一個 找 時機 就是 聊的兩個兒子 他都出外去征戰 趁他工作沒有人的時候 就 獻上 這個 這個魚藏劍 把這個 鳥 殺掉 那麼這個王位 就 由這個 光 來聚成 光就是 歷史上的 隔離 這個 當然在這個 誓殺的過程當中 他有埋服兵啊 怎麼安排這些 浮兵 怎麼樣把這個鳥 殺掉 整個 在什麼 密室裡面躲起來 藏了一些兵源 這個在這個 這個 這個 劣狀裡面 他都有記載 我們可以 可以去 慢慢的看 就好 那 我們說 這個 剛剛講的就是說 如果 一個人如果沒有 沒有意 而沒有正義在心中 我常常講就是外圓內方 你對外的人 對外的人 要比較怎麼樣 要圓融相處 但是你心中要有原則 要有一定的原則 那個原則就是什麼 一個理 一個人 一個義 這些在你心中 成為 行為的 一種約束 你不能說 對假 很好 對儀也很好 每個人都很好 但是假儀品當中 有行為不減的 你仍然 對他 也很好 然後他提出的要求 你也接受 這叫 這個就不算是 精子 然後你很勇敢 但是你 你心中沒有存在著 人 意 理的話 你做出來 就是偉道 就好像道賊一樣 你說 我們現在搶錢的 殺人的 那些人不夠勇敢嗎 很勇敢 是不是 他聽不怕聽不怕 還不夠勇敢嗎 他很勇敢 可是他表現出來的行為 不合我 理 意 跟這個人 那就不算是君子 所以 雖然你是非常勇敢 但是你沒有這些東西 在你心中存著原則的話 這行為都不被儒家所肯定 光是勇 是不夠勇 那麼專注 他就是 因為這個 有有 然後 這個背負著 他的仁義 已在心中 所以我們從他 我們是一個君子 是一個刺客 所以是刺客 但是 是君子 那 這樣子專注的故事大概知道吧 大概就好了 有沒有 可是你那張圖是在哪裡拍到的 曹天公 哪一個地方的曹天公 是北港 台灣有 曹天公的名字大概有五個以上 那這個 這個是檢年 許多廟宇他都會用歷史故事 歷史人物來做檢年 壁畫也好 什麼畫也好 都是這樣 來彰顯他這個 我們的忠孝結義廉詞 廟宇本來就是要傳畫人心的地方 要度畫人心 所以他也是這樣 像我們私信忠詞 門的話 全都是歷史 私信的歷史人物 他代表著張顯霓是忠孝仁義廉詞 那這個是曹天公 這個 的 屋頂上的檢年 西樓 王福宮的檢年 這也是鑽珠治療 王福宮的檢年 這個右手邊這個是鑽珠 一看就知道 左手邊這個是療 好 這個大概以前我們講過 是講過了 我們都聽過了 我記得 我記得說上一次我們 曾經談到 上次曾經談到那個 這個什麼 這個君子的標準 對 君子的三個標準 然後我們也談到一些 君子的風度 我們談君子之風 現在 今天 我們就來談一談 心靈之大 什麼是心靈之大 就是我們處在任何一個社會裡面 你的心靈 要能夠處在一個平靜 和很甜淡的心靈裡面的生活 那 這裡講 只夠問老師說 平而無常 富而無膠 何如 我很窮 但是我不會去慘媚人家 我不會去拍馬奉雲 或者是我很富有 但是我不驕重 我沒有驕傲的現象 這樣可以嗎 可以 但是還不如平而樂 你雖然窮 但窮得很快樂 富而好移 現在我們常常講 唯父不能 這是一種現象 社會普遍的現象 就是這樣 那麼 我們現在 常常在說 活在當下 何謂活在當下 有的人會接到下一句 活在當下 怎麼樣 即時行樂 是不是這樣 好 那我們來探考一下 這個即時行樂 樂在哪裡 即時行樂樂在哪裡 不是叫你去舞廳跳舞 到酒家去喝酒 這個叫即時行樂 不是 而這個樂字 是你在心中的定義 你看看 富而好移者 富而好移者 他心中會覺得很快樂 你去幫助窮人一些事情 你去幫助窮人一些事情 你心中會得到快樂 這個就是即時行樂 你不要搞錯喔 說 活在當下 喝兩杯酒 即時行樂 不對的 當然 有些人會喜歡說 喝酒 跳舞 去賭博 是即時行樂 是即時行樂 這樣子定義 並不符合儒家的樂 這個定義 好 那 所以呢 因為 因為 你活在什麼樣的環境 怎麼說 活在當下 活在當下 有兩層意義 第一個意義 就是你的物質環境 物質環境的當下 第二個 就是你在精神領域的當下 那麼 物質生活領域的當下 是什麼 我們可以 這樣講 社會制度 一個是社會制度 一個社會環境 一個你的物質環境 你的經濟能力 好 然後 這些就構成了你物質上面的環境 也就是你活在這個當下 這樣的社會環境當下 打一個比方 你說我們活在台灣 非常民主 對不對 很民主 幾乎變成民粹政治 是不是這樣講 同意嗎 民粹政治 不完全成熟的民主政治 何為民粹政治 太陽學運 鬧鬧綠法院 霸佔綠法院 打火力 正常 正常 這個都不是溫和的表達 那麼 政府官員 天啊 這些小蘿蔔的建立怎麼樣 然後就改善整個 改換了整個政府政策和什麼 這就是當前台灣社會政府 我不是避免嗎 我這是在說明現在的現象 那麼你活在這個社會裡面 你要不要忍受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活在當下 你要看得慣這個社會現象 你要去理解這個社會現象 你就不會難過 要不然你就會很痛 但這樣 刮不刮不刮不刮 你會這樣想 但是你就是要活在怎麼來 好 換個環境 你活在中國大陸 動不動 就把公安把你抓去關起來 關個十天五天 然後把你放出來 你有沒有辦法 你能怎麼樣 你就是活在那個下面的環境 你就要適應那個環境 怎麼適應 盡量你不犯法 太陽學運 你就盡量回去湊人數 我們這國旁觀者 把這個心靈平淡下來 冷靜下來 只不過是我們人生的一瞬間而已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心靈上面的建設非常重要 這個是物質上面的周圍環境 你住在一個巷子裡面 你開了一個大車 很不好停車 但是你就活在當下 你就要互相讓一讓 大車讓小車 對不對 車子讓行人 這個馬路就自然就寬管了 你走的路你就寬管了 是不是這樣講 另外一個 我們說精神面 就活在當下 何謂精神面活在當下 你看 我 我是一個病人 你不要看我在這裡邀言厚重 我是滿身病啊 我有糖藥病 然後我大概還有一點青瓜 每天都要給藥水 然後呢 我還有色無線回答 老人家嘛 是不是這樣 那我要接受我這個病痛 那我在精神上 我必須要接受它 怎麼接受 我常常講 你身體有病 有什麼困難 你要怎麼樣 你要留意 但是不要在意 你跟這個病痛共同的生活 沒有時候不可以 醫生告訴你 你要吃藥 那你就吃藥吧 你要接受這個事實 這個也是活在當下 在你精神面的 你要認為你這個病 與你 是不是有這個什麼 有這種 這種 這種 絕命的這種念頭 不要 你跟他好好過 我糖藥病大概 16年了 我還活得好好 那我是很禁忌嗎 我酒也喝 煙也抽 甜的東西我也吃 但是我要怎麼樣 我要適應我這樣的當下 我就必須吃藥 我要運動 我要睡飲充足 你不能說 每天在人愛生淡妓 我得到這個病 後面還能活多久 你不要想這個 這個就是在意 你不要在意 你要留意 這是你的精神 什麼方面 你要有這樣的一種 破打 你要有這樣的破打 所有這些毛病 病痛 我想 最後啦 人總要生病而走 對不對 但是這一段時間 因為你的情境很快 你的情境很放下 你會活得更久 我講三個例子 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朋友 是真的 我講的是真正的東西 我有一個朋友 因為大腸癌 開刀 然後轉移到胃癌 開刀 轉移到肝癌 開刀 最後現在轉移到肺部 全部他總共開過幾次刀 七次刀 全身啊 滿部蜈蚣啊 全身腹肉厄缸 但是 他常常跟我聯絡 我說有空 我要去看看你 他說你不要 有空我來看你 你年紀比我大 我去看你老人家應該的 我說配配配你不要欺負我老人家 所以他從來不讓我去看看 他要來就先打個電話 你在不在啊 我說在有空 好來 我們就聊天 每一次他都自己開個車去找我 去聊天 這個就是他不在意 他有留意 但是他每次都要化療啊 化療頭髮都光光啊 有時候最近 最近 最近 他這個癌症已經到喉嚨來了 聲音大概 大概講不出話 但是 還是每天用LINE跟我 通訊息 LINE來來去 但這個病 LINE不到我 就是這個訊息 我們這樣 互相關心 把這個病痛放下 把心情放開 你會活了更久 那現在到現在這個時候 他已經幾年 拖了五年 本來醫生告訴他三個月 那現在是五年 就是因為他的心境 放下 開闊 不能不當一回事 要當一回事 不要在意 我一戰地提 另外一個朋友 他是 肺癌 誰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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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五醒湖 書瓦家 在我 去大陸前一個禮拜 往生 他是 他 他長我四成 七十八歲 那他去 新樓去檢查 說 你有個黑點 醫生說 給你切片 就切片 他一聽到切片 可能這是很嚴重 他就一直不要 後來他的家人 強 強迫他到成大 去切片 這一當中 拖了大概很久 一個月左右 也不久 一個月左右 新樓告訴他 簽片 然後他說 這怎麼辦 問醫生說 我能活多久 他說 大概六個月 OK 他知道了 六個月 家裡人要 要催他去 簽片 他說 不要 最後一次 約好 說禮拜一 要去簽片檢查 所以他說 大概是禮拜天 簽幾天 給掛 怎麼掛 就在睡夢當中 那個痰 堵住 沒有呼吸 就停了 這也是豁達 相反的 這也是豁達 他怎麼樣 他敢面對死亡 78歲了 你還有什麼活 他會自己這樣講 如果經過78歲 再經過這些治療的折騰 開刀 化療 怎麼樣這些問題 你看看這個生活餅子 會不會比他現在更 更糟糕 肯定是的 但也不一定能活多久 對 經過這一段折騰 也不一樣 所以他乾脆 他也不去切片 就這樣 彈堵住 堵住了 就是 怎麼樣 就變成壽終正寢 是不是 是 那你去開刀 搞了半天 搞了最後是什麼 不要這樣 你折騰 還要什麼 去切啊 那不必了 這第二個例子 第三個例子 我一個朋友 跟我相交給60米 一夾子的朋友 我現在說的 三個人 雖然打奧村 以外 村人人都要在 我那個朋友 他是什麼 他是那個 他是那個 肺腺癌 但是他之前 他有氣喘的毛病 醫生跟他講 這可以開刀 他跟我 小我一歲 醫生說可以開刀 那他自己評估 那我開了刀以後 我本來有氣喘 這肺部再切掉的話 我的呼吸會更困難嘛 對不對 那他的生活比例也會降低 他說不要 他說我70幾歲 我不要開刀 醫生你看看 能不能用什麼 藥物給我治療 我就藥物治療就好 啊我不要開刀 我能夠維持 我現在的生活品質 就OK 到我死了 這段 不管多久 這也是禍的啊 這也是禍的 可是老師那個吃藥 有時候會有副作用耶 對副作用 這個你就 等於是 這個叫什麼 我們 最壞的打算當中的最好的選擇 是不是 最壞的打算 你要開刀 那個 這個 刀光 血光之災 還是吃藥 你說 讓他肚子 還肚子脹 還可以忍受 這也是活在當下 是不是這樣 你要面對他 結果呢 他現在有一個 Cancel有一種 那個標靶的藥 好像 一份大概一個月 好像幾萬塊 那經過的標靶藥 那個經過醫院批准下來 他現在吃這個藥 有改善 偷偷的 我常常去看他 他偷偷的告訴我 他現在幸福指數是90% 我自己認為90%啊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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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因為 他是好朋友 老朋友 他跟我講 他吃這個藥 因為他老婆 在十幾年前就來往生 那他身底下跟我講 因為好朋友 那跟我講 那我吃了那個藥 不曉得有類規矢還是什麼 特別有興趣 聽得懂 聽得懂 興趣喔 對 特別有興趣 很奇怪 他說 但是興趣來 你不發現一下也不行 又沒有老婆對不對 他就每個禮拜去發現一下 我說好 你這樣活著有意思 你高興嘛 你活著高興 那自從發現肺癌到現在五年了 他已經快樂五年了 值不值得 值得 對 那迷奇當初如果他要開刀 然後要去化癌 要去怎麼樣 幸福多了 嗯 是不是 對 我會講說 以前 以前 孔子講的就是說 炎灰肥肌肉像 一淡食一飄飲 鬼也不改其樂 這就是活在當下 古時候孔子已經告訴我們 我們要活在那個環境下 不要叫環境來遷就 我們說如果我們現在一直在台灣過生活 那是我們適應這個環境 我們要融入這個環境 如果我們要那個環境來遷就我 那可能你要換到國外 是不是這樣 都沒有這種比喻 我在這裡講的時候 我們說 活在當下 現在的人講的 活在當下 就是現代語言 對不對 那古時候 孔子就告訴我們 如何活在當下 悔也肌肉像 不改其樂 真正的意思 正在這裡 所以在心靈上面 我不曉得有沒有講過 就是誰 那個司馬牛 常常 憂患的說 說 人皆有兄弟 我獨黃 指下約 三文之語 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 君子 敬而無私 再講一聲有沒有 有 與人公 與人公 而游離 四海之類 皆兄弟也 君子 何患不 無兄弟也 如果你跟人都很好 很有禮貌的互動 這些人都好像自己的兄弟一樣 你為什麼會要自己有兄弟呢 對不對 不必要 其實 其實 親生兄弟 為了爭財產 被拔刀相賤 對不對 對 兄弟 為了利益 大家會互相排擠 什麼例子 王永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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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靖的例子 很多老報紙都常常看到 法院也有很多判決 剛剛講的例子 專誅治療就是 對不對 對不對 他為了一個王位 互相爭 請殺手把你幹掉 對不對 你兄弟有用嗎 各位 你們一定有幾位好友知己 一定有幾個好朋友 有 我不想要你把我看到好朋友 是 yes 周圍 你周圍有兩三位好朋友 那就跟兄弟一樣 有困難他會幫忙 那有福同享 有難同當 是不是 能夠有犯難的朋友 那就是你的兄弟 你一定要自己親兄弟 我的親兄弟一個在美國 一個在台灣 我帶他也不好 我真的我帶他不好 為什麼 因為他帶我不好 就是這樣 那能算兄弟嗎 也算兄弟了 那是血緣關係 偷也偷不了 那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坦白講 我不講假話 我有兩個兒子 兩個兒子結婚 我的哥哥都沒有 是兄弟嗎 親家親了 血緣上的兄弟 這個就是因為利的關係 你猜猜也不錯 猜猜我沒有他 我老爸猜猜我一毛錢都沒有 我都讓給他 真的我是 這好多燈 這個燈泡講話 真的 是怎樣 那這個就是 我們要把這個心胸放開來 如果你對人好 童子教我們嗎 對不對 這個 指針有命 富貴在天 這個都不能強求 就看你的行為 怎麼去做 你自然就有富貴 補貼給你 那 愚人公額有禮 四海之內皆兄弟 就是這樣 那這樣子 你要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要怎麼樣 他的前提 就是要 對人公額有禮 敬額無私 那怎麼樣做到 敬額有禮 公額無私 怎麼樣做到 就是你好多事情你要放下 很多事情放下 那麼佛家講的話 跟儒家 是相同的 佛家也在叫我們說放下 放下 那我 曾經有一個 我在考解會 有一個例子 一個和善 出家中 一個和善 因為為什麼叫他和善 他人身份證這個姓名 寫的姓 是 是 那就是正式的出家 是 是 是 他身份證是這樣 可能發生一個車禍 他要求對方給他三萬塊 是 我說那你列一個 名姓 三萬塊怎麼來 醫療費多少 他的手機壞掉 壞個性格多少 然後他衣服破了多少 他整個他的精神損失 他嚇了一跳 你要賠我多少 全部上萬塊 對方這個是騎 摩托車 剛剛好他有第三責任性 我勸各位 如果你騎摩托車 都要加入第三責任性 加重責任性 這個到時候有事情 不要說你感動 人家碰撞你 你也有事情 所以要請保險公司 出來請你 他要求三萬塊 這邊第三責任性 保險公司 這個 我沒有辦法 你的醫療費用只有五百塊 OK Danny 只有五百塊我怎麼 作戰弄到三萬塊 沒有辦法 事實上你這樣的話 我最多 合理給 因為他又是和尚 是不是 他沒有工作損失啊 對啊 那要不然我們就要算工作損失 健身損失 財務損失啊 還有醫療費用啊 這整個事項 都會這樣 那你沒有工作啊 對不對 好 保險公司跟他講說 我只能給你一萬塊 他說這個和尚 不行啊 他是創偶了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就你有一大堆 他非啊 那好啦 我最少拿兩萬五 兩萬五 總是降了一點 因為我要欠他你們要放下 這個前輩身外之物 你們都身體還健康 還能在這裡談調節 就是大氣 你們要放下 放下 你放下多少 都要幾分功夫 這個樓上聽了 聽了好 那我兩萬五 這個保險公司都沒有辦法 我最多給你一萬塊 他也吃了 他都給你一萬塊 他還是不要 他是兩萬五 那我 我開始欠他 因為他確實要求的太多 我都欠他 如果說你這個手機 人家賠你兩千塊 是修理費 這個手機費 現在沒有人修理啊 哪有人修理 都買新的 但是修理費是兩千塊 他補貼給你 你要去買新的 你要修理 那是你的事嗎 不能說你東西的話 人家賠你一個新的 沒有辦法 可以修理 我就賠你修理費 然後呢 講 你說 你是 你是出家人 我相信 不要說你出家人 我相信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佛啊 尤其你出家人 這個事情是無意中發生的 也許 上天在考驗你 師父 你的佛性有多少 所以多讓一點 讓佛性顯現出來 上天也會加強你 嗯 他想一想 他覺得大概慚愧 有一個陪同來調解的人 師父啊 沒人在開始了喔 都不敢不敢 是師父來開示我 不是我來開示師父 你看一看 你的佛性有多少 也許老天在考驗你 你讓一讓 都好吧 那就兩萬吧 還是吵架人家 那就兩萬吧 保險公司 好啦 這樣子啦 我一萬吧陪你啦 請他們都喝酒 好啦 差兩千塊 好啦 OK啦 所以 不要說我們凡人 出家中 他都有事情 那所以我們講 今天我們在講 怎麼樣把心靈放下 怎麼樣把你的朋友 四孩之類的兄弟 是比較難的 但一個前提 你必須要認清這個事情 你要能夠放下 什麼是容易 講 很容易講 但是想起來 我們要放下 很不容易 就是因為不容易 所以我們在 這個倫理 在三千年前的倫理 就一再告誡我們說 要怎麼做怎麼做 到了什麼事情怎麼做 我現在只是把 這個倫理裡面講的 我們把它做 現代生活的翻譯 但是 也希望說 我們都能共同來理解 這個事情 就是這樣 我們能做 就是這樣 所以 我們看一看 說這個 說這個 我也不敢其樂 當然這一計畫 我們應該要能夠體會 體會它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下 能夠做到這樣 就是由你心靈的淡定 你的心靈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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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 釋放一些 你不必要的煩惱 你就可以做到 這個 肌肉下 不敢其樂 不是叫 請各位說 你要去過貧窮的生活 國事 你貧窮 你要面對你貧窮的情況 你富有 你要面對你富有的情況 富有的情況 應該要怎麼樣 富而好禮 是不是 要這樣 那你貧窮的話 要窮得給我鼓氣 這是叫你活在當下 現代學者很多講 就是活在當下 就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我們的老祖宗老祖 就給我們解釋清楚 然後孔子也說 君子不棄 好 我們說 有一句話 只夠問老師說 我們有一句話 可以讓我們終身受用嗎 哪一句話 己所不欲 己所不欲 物失於人 物失於人 什麼叫己所不欲 物失於人 老祖宗就告訴我們 你所不喜歡的 你不要加注在別人身上 也就是說 你不要隨便生氣 你隨便罵人 對不對 你也不能隨便去打人 把自己不要的東西垃圾 丟到隔壁的牆裡面去 是不是 你不要隨便土壇 這些 你不要隨便生氣 情緒 就控制你所有的行為 所以最主要你說 不要生氣 是這樣 你不要動脾氣 你動了脾氣 就會表現到 外面行為就會侵犯到別人 己所不欲 物失於人 這樣就算是人 對 那現代人怎麼解釋 我們說現代人很多學者 其實只是變換個名詞而已 現代人叫什麼 就是一般學者講的EQ 情緒控制 你能夠做到情緒控制 就是己所不欲 物失於人 對不對 所以讀古書 我們把它消化以後 現代語言講出來 現代的學者講出來 也不過是我們 三千年前那一套而已 很清楚啦 對不對 EQ就是嘛 己所不欲 物失於人嘛 那到現在能做到的幾個 還有 還有 書上面也講 這個書的君子之風 那 現在呢也講 古時候講 孔子講 一句話 叫什麼 君子 不欺 欺物的欺 對 欺記的欺 什麼叫君子不欺 就是君子 作為一個君子 你不要限制在你這個行為 你這個模式 在什麼的能力 在什麼一個範圍 也就是說你君子 不能說讀書 就只會讀書而已 其他掃地你也不會 做飯你也不會 炒菜也不會 那我像君子嘛 我不像 我光會煮飯 我不會炒菜 煮飯很簡單 那就幾杯米 幾杯水放在電鍋裡煮 這樣很簡單我會 炒菜我不會 這樣算君子嗎 不算 我不算 我不能算為一個君子 所謂的君子 就是君子不欺 就是你不要限制在你 某一個範疇裡面 你的能力 不限制在某一個範疇裡面 是這樣 叫做君子 對不對 你也可以去 當環保局的君道夫 你也可以去當 家裡面的 一家自主 你也可以去當局長 做公務員 做工人 什麼你都能做 你到 意思說 這些專門技術 你不一定要 但是你有很多領域 你都可以成為君子 清道夫也可以是一個君子 什麼叫君子 剛剛講的君子 就是說 你所有的行為 都符合正義 能義自信 這個就算君子 對不對 棘手 不義不支於人 就是君子 所以一個君子 你不能局限在某一個 能力範圍裡面 你才能成為君子 那麼 我們把他這句話 反過來想一想 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可以成為君子 清道夫也可以成為君子 對不對 局長也可以成為君子 賣烤肉也可以成為君子 菜市場的小販也可以成為君子 是不是這樣 君子既然不氣 如果氣得反過來 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君子 只是你肯不肯 修飾你的行為 那時候 那我們在說 很多場合裡面 你要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 那這種不同的角色 你的表現的行為 只要不要違背 人亦以自信这五人的原则 应该你是君子 不管你是在哪一个位置上面 所以古时候孔子告诉我们的 就是君子怎么样 不分贵贱 就是君子就不分贵贱了 那只要是虽然在最下层的里面的人 也有君子责任的行为做得好 是这样 这是勉励我们在做人做事的方面 成为一个君子 所以他讲君子不弃 那我们常常讲 就是说什么叫做智慧 我们说忍者什么 不惧 勇者不惧 忍者不忧 智者不惑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大家都会知道 你有正义在心中 你就不会怕 你就不会害怕 那忍者不忧 你所有的行为都符合一千几千 你不会忧愁谁来报名 也不会忧愁说 谁来对你比较冷热吃 把吃定了 也不会这样 那我们说 智慧 智慧从哪里 智慧从哪里 我的见解是这样 你智慧 你先要有读书 读书就是增长你的见识 你的知识 你的专业领域 是要从书本上来 那书本呢 根本也就是前嫌 古人所累积下的智慧的结晶 所以你要读书 第一个 你是不是要读书 把这个前人的智慧 智慧 吸收下来 变成你的智慧 第一个 第二个还要什么 还要历练 还要历练 你在各个领域上面做事情 所得到的心得 你要去融会贯通 智慧 然后结合你的历练 才能变成智慧 智慧用来做什么 智慧是用来判断事物 是用来判断事物 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件事情 你认为这个该怎么做怎么做 怎么做才是对的 怎么做才是错的 这个判断就是智慧 智慧是用来判断事情 有的人很多 一错再错 错了很多 我们一般会讲说 是什么 愚蠢 其实不是愚蠢 智慧很多 那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一个医生解剖了 解剖了以后 这个肿瘤 他是Cancer 还是什么 那根据什么 根据他的专业知识 然后 根据他的这个历练 好几次的解剖学以后 结论说 这个是Cancer 然后他才能判断你能活多久 能够判断你活多久 就是智慧 所以我说智慧 这是用来判断 判断事物 在讲过吗 君者合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合 在讲过吗 这个上次有讲过 这个上次有讲过 大概 在这个 这一点也比较重要 智者不厚 你说智者不厚 可疑人 而不疑人 失人 不可疑人 而疑之言 失言 然后智者不失人 亦不失言 你可以告诉他的 但是你不跟他讲 你不跟他说明白 这次你就会失掉这个人 这就会失掉你这个人 你这个事情 不可以跟他讲 这些话不能跟他讲 但是你跟他讲 就是你失言 而作为一个智者 一个智者 一个智者 你不会失掉了 也不会失言 一个现象很平常的 欧哥 欧哥 这个事情 我只跟你讲 你不要跟他讲 你不能再跟他讲 然后你再跟他讲 我只跟你讲 你不能跟他讲 对不对 那姨又跟饼说 我跟你讲 你不能跟别人讲 这就失言 不可以言而一之言 或者你讲的话 你要讲 这就是你失言 如果你不讲的话 有事吗 没有 结果你一句话讲出来 你不要告诉人 你要不要告诉人 一大堆人都知道了 这话从你这里出来 你不是失言 失言 那你是一个好朋友 他的行为不端 你要告诉他 你这样不行 欧哥你不能这样做 那我 我就说 该讲和不讲 这就是我失叫你这个朋友 而讲话 要有分寸 常常的毛病 就是怎么样 然后我给你讲 你不要再跟我讲 不然 我只跟他以前在讲 你不想讲 放线不要讲过 我都知道 好 好 现在 你要一几天下次就要做这个办法 今天我大概硬的是有交友之道 是不是 心灵之道跟交友之道 是不是 对 对 是这张 我看一下 好 好 这个 当今社会 先 我今天为什么讲心灵之道跟交友之道 就是第一个 我们先把自己 这个 这个 情绪 先把自己的情绪管理好 然后 还要知道 还要知道 你怎么样去交朋友 那交朋友的道理 原则 在哪里 我们讲一讲 上面看一看 忠告而善 道之 不可责止 无志无愿 你对朋友 你要劝导你的朋友 你要尽心尽力 用你知道的 你能知道的后果 就是什么 你能知道的后果 就是什么 刚刚我讲的智慧 你这个事情做了以后 会有什么后果出来 这就是判断 就是智慧 你要应用你的智慧 你去劝告你的朋友 这个事情 你要 你不可以做 你做了以后 会有什么后果 会有什么后果 劝导 如果朋友都不听 那你就放弃 你就不要再讲 再讲就啰嗦 够啰嗦 要让我们够脱牙 就会造成这个破口 所以呢 说 不可责止 无志无愿 你不要去自己寝入 人家说不听你就算了 因为你怎么 你已经尽到你朋友的道义责任 你已经尽到你朋友 该规劝的责任 你已经表达完了 你就不要再 今天讲明天讲后天讲 这个朋友会觉得 你这个人啰嗦 动外在路 然后我的前途 我会这样想 那就不用 那以后呢 老师 就是说 不可责止了以后 那我们就不管他了 那他还算不算我的朋友 你还能怎么样 对 他还算不算是我的朋友 你要算就算 不是 我是说 那个施老师 你这样讲的意思 就是说我有错 你跟我讲过一次以后 那我没有听了以后 那你做何处置 就是 如果你 你真的因为这件事情 而 犯了错误 结果跟我讲的一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再来找我 我怎么办 我还是哼哼哈哈 变成什么 我们朋友有好几种 知己的朋友 见面的朋友 握手的朋友 范范之交 变范范了 那你给我把他安排在哪一个等级啊 那就是你的智慧 是你的智慧 那就是你的智慧 你把这些朋友归类在哪里 那就是你的智慧 那我们讲嘛 外源而内方嘛 你这五个朋友 好坏 你都要对待他们 很诚心的对待他们 但是有一些缺德的 他就拿到你的钱不还的 你就不能说朋友有通欲之才啊 通才之意啊 这个是这样 他拿到的钱都是一堵博 你还说他生活很困难 你要钱支援他嘛 不要 当然 那这个就是你的智慧来判断 这个人钱他不太贱 这个朋友要交到多深 可以交薪交费 这个只能交大厂而已 就这样啊 就这样啊 朋友还是要分等级嘛 是这样 不能说一是同仁多 淘干咖啡 没有这种事 所以 那我们就 交朋友当中 我们就要去分辨 什么样是好的朋友 什么样是坏的朋友 公子教我们说 有质有量有多稳 这个是好的朋友 必有 那 孙有者三 有 别臂 有 善有 有 便利 这个是三个朋友 有什么区别 便利跟便利 这个 这个 有量 有多稳 有质有量有多稳 知道啦 这个比较懂得 朋友都很坦白 很直接的 这个有质 掏肝掏肺 这个 这个是有量 你做错事情 能够原谅你的 这种朋友是好的朋友 有多稳 像欧哥这样 博学多稳 这个朋友都要交 老师 历练从哪里来 从这个有多文这里来 因为他见闻多 他讲了一些他本身的经历 你就要去听了 听完了以后就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你自己的东西你用到什么 你就会拿出来用 所以有多文就是这样 所有的历练不是要从本身来体验 这是要朋友那边来教你 有多文 你说自杀很痛苦啊 喝原酸很痛 你自己要去试吗 不要 人家关在监狱里面也没有自由 你要去观音观看吗 这个有些那个什么 作家 我记得有不晓得哪一位作家 他说要当妓女 妓女的是那种感受是怎么样 他自己亲身去体验 有必要这样吗 有必要 没有 你天天记你的那个 你讲话 他们的叙述你就懂了嘛 所以 历练 不必一定要从自己本身去尝试 不必要 你找一些有多文的朋友 你就可以得到很多 从那里可以听到 听到很多 他碰到事情处理的方法 以及他处理的后果 这些你都记住了 你就OK了 有一个 我在讲这个东西 有一个 我们平常很多人 几乎90%的人都有这种毛病 我在欧哥讲话 大家一起在这里聊天 我在跟欧哥讲话 第三者说 怎么样用一个事情出来 那不就打断了我跟欧哥的讲话 我跟欧哥要讲的这一段 也许我们人生历练当中的一段经历 我们必须要来学习的 结果被你这一打断 下面没有啦 变得太坚了 变得太坚 是不是 那这一段经历 你就不能得到 所以千万不可以 人家 一群人在那里聊天 你不要想到什么就插话 你插话以后 下面那段你都没有听到 那段经历你就不能得到 不止你不能得到 其他人也都不能得到 所以 坦白讲 我跟欧哥的朋友讲话 我最记恨这个人 他要插话 我说 等一下 不要讲 这是有职 是不是有职 我很直接了当 因为你一直插话 人家都听不到 你这段经历很宝贵 是不是 所以 记住 人家讲话的时候 你不要插话 一插话 你的损失比当事人更多 因为他是他的经历 他已经经历过了 他不讲也可以 但是你听不到就是你的损失 讲的人没有损失啊 这个事 你说 有便宜 这种人就是这样 像我这样 就像我 穿得很整齐 很漂亮 我不想要你们认为我现在穿得漂亮不漂亮 什么漂亮 庄园 庄园 庄园好像很漂亮 其实我没有什么东西 我肚子里面没有东西可以跟你交流 我只是冲个表面而已 这样的就是有便宜 这个我们常常一经谈的话就可以了解 这个肚子有东西 穿得很漂亮啊 很光鲜 但是他没有内容 这种我们就有便宜 第二种是有善柔 什么叫善柔 你看起来他很和善 也很温柔 他讲的话都是你喜欢听的 很喜欢听的话 讲的话都是大家都喜欢听的 能够接受的 但是不一定有内容 就是说好像是 凤银的那 拍马凤银的那一类 那一类的人 光讲好话 但做不到 做不到 OK 你明天缺一百万 没关系 我明天我跟你找几个朋友来凑一出去 你不要担心 结果到明天没有 你说你碰到这口囊 没有关系 你放心 你慢慢处理好 我会请来帮忙你 那这个 你做得很好啊 你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啊 朋友都会来帮忙你的 你不用太担心 空话 打高空的 这一种呢 就是友善友 这个 互交也罢 最后一个 有便利 有便利 这个跟第二个差不多啦 不过第三个比他更厉害 比他更深入 更深入 对你会喜欢花言巧语 但他其实他没有半点实力 他要帮你也没有帮你 你说他要帮你宣传 讲你的好话 他也做不到 只会 只会 巧 巧言论设 是不是 只会这样子 呃 还有一句话 巧言论设 先 选人于 是不是 是 这种人就是没有人于之心的 光是表面上跟你 讲好话 希望从你这里得到一些好处 这样子而已 是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 这种人 就是我们都 没有办法去接受 那么 家朋友呢 还有 就是说 我们在 讲话当中 有几个禁忌 除了刚才我说的说 不要 讲话不要插话 还有 还有 好 这个是 也是家朋友当中 我们在谈话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这样的原则是什么 我们一群人在讲话 讲话 第一个就是刚刚我讲的插话 大家都谈得很高兴 模型中 你又来插话 然后把这个话都 断掉了 把这个力量都不能接受 就是 言为吉之而言 为之詐 还没有轮到你讲话 然后你再开始来插话 来讲这种话 那就是你很吉诈 这种人 就是 我们要避你的 这种事情 我们本身要避你的 这种朋友 我们也要早一点接近 会断送你的这些 话语 经历 就是说 言为吉之而言 为之詐 这是第一类 我们要 要 要 要介绍的地方 第二个 言吉之而不言 为之远 该你讲话 你又不讲 轮到你讲 你轮到你 你该发表意见 你又不讲 这个就算严 我们 以台湾话来讲 要跟你讲 你咯咯咯咯咯咯 是这样 这样子都不是 我们愿意交的方法 该你讲 你又不讲 不该你讲 你又讲一大堆 而且又言不及益 这很空洞 这有没有 未见爷舍 而言 未之谷 你在那里 呱呱呱呱呱呱 人家我跟欧哥讲一半 你 你 还来插话 我告诉说 你 不要讲 你又讲 啊 啊 不看到我颜色 颜色都变了 你还在讲话 跟你忙插话 你还插话 这是什么 插没有 啊 你是插没有 是 孔子就是批评这种 那 我是学孔子 所以 孔子会忌讳这种人 我也很痛恨这种人 告诉你 不要讲很难 没有 是 有 没有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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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 一般我们说 十五六岁 那个时候 也正在成长 正在成长的时候 不管是我们的子女 或者是朋友的子女 都一样 我们看到了 能够归劝就要归劝 归劝他什么 少之俗 血气会念他 借之再射 那 人生有几个阶段 我们常认说 孔子说 人生其实才开始 嗯 对 怎么解释 我上个礼拜 对啊 我上个礼拜 不是去坤明大理 一家吗 那好一段路 都要走路 我都爬山了 我说我今年七十四岁 同行就说 哎 你是老大 有的人说 不是啦 他才四岁 四岁 好啦 四岁也好啦 老大也好啦 那我们孔子他们 也根据孔子讲的嘛 七十才开始嘛 是这样吗 所以我说四岁吗 不行 歪曲的意识 孔子讲的七十 人生七十才开始 是 后人解释孔子的话 啊孔子的话是什么 是什么 七十 从心手艺不一句 到了七十岁 你就会从心手艺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然后呢 你就不会 不会偏离那种规矩 这个意思是什么 你到这个时候七十岁了 你已经从心手艺不一句了 所以才懂得人生 这样的懂得人生 所以才七十才开始 意思是你七十岁了 才懂得人生是什么 为什么讲七十才开始懂得人生呢 你再看前面 就是什么 三十而理 四十而不破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顺 所以到七十也就 随心手艺不一句了 三十岁的时候 你懂得你该做什么 懂得你 什么不该做 四十岁的时候 你就对什么事情 你都没有疑惑的地方 你就变成没有疑惑 那个智者不破 是不是 就成了一个智者 五十而知天命 五十岁你就知道 你上天给你什么属于 你做到什么程度 你都知道 到六十岁的时候 你耳顺 什么歪七五八的话 你不一定听得进去 该过滤你就会过滤 到七十岁 你都知道了一些规矩 所以你所做的事情 你都不会超过那个规范 这个时候你才懂得人生 其实才开始 那有一句话 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 我内给你一句 这句话是三国演义里面 崔周平 崔啊 崔啊 崔周平 周四九州的周 平安的 崔周平讲的一句话 什么时候讲的 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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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访问孔明的时候 哦 我没想到 我让陈老师帮你笑 要去访问孔明的时候 碰到了崔周平 他说你去找孔明干什么 我要请他出来 帮我平定天下 恢复汉事 崔周平告诉他 你现在去找孔明也没有用 他孔明也无力可违天 因为什么 现在整个天术局势 这么这样已经 已经定了 你是无人违力的 我要吗 哦 没脆 红的 用红的 红的 看得到吗 我都在那里了 他怎么说 大家 我希望 大家把这一句话 记住 好 你随处 你都可以用 等一下 写皇告诉你 那是什么 这一句话 你会看吗 哦 顺天者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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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话 可以整个说明了 儒家思想的根据 整个儒家思想的规矩 儒家讲的是什么 天地人是一体的 人只要能够顺天应地 你就在自然界过得很好 可以哦 因为那个时候 他要拜访孔明 请他出来帮忙 碰到崔周平 是孔明的好朋友 他就告诉他 你去请孔明出来也没有用 因为这个天时都已经定了 天宿都已经定了 其实真的是无力搞别天的 他说刘备 有没有听过吗 顺天则易 觅天则劳 觅天则劳 觅之所在 觅不得而夺之 觅之所在 觅不得而夺之 觅是什么 天觅 觅是什么 天理 虽然呢 有天理存在 你都按照天理去行事 但是你是一个好人 没有错 但是 天数 要把你先抓回去 你还热死掉 哦 是不是这样 你有沒有看过很多好人 做了很多好事 但是不得善终 是不是 有没有 有 有没有看到很多人 这个为非奏打 坏事做尽 商天害理 但是他长命百岁 奇怪 这个是天理而在 为什么 不是没有天理 而是天数 还没有叫他回去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做的事情 所有的天理 在安排的事情 最终的主宰者是谁 天数 我们讲 一句话讲 我们常常讲 你就大概 可以透彻 起手不得真 所以他还在微微皱呆 那我讲一个 无关这个 意识形态 无关意识形态 我跟你们说 你说陈水扁 他做总统贪入不少钱 第一任的时候 第一任的时候 就贪入不少钱 大家都不知道 只是没有判决 对不对 到第二任还是高票当选 天理而在 就是因为他天数未决 没有天理 天理管不了他 但是天数 也还没有把他判决 到最后二任下来了 诶 他他的起手真 也要乖 真的真的吗 他现在还把外揪衣 你要等他死了才算起手真 对吧 你说中华民国政治 就是这样天天坡坡 翻来无情 但是他气数未尽 你的中华民国 就不会被消灭 袁崇万 明朝末龙 说山海关的名将 袁崇万 他为国 尽忠 尽忠 在沙场上面 拼命杀金人 女真 金人 满洲人 后来被人家 污蔑他 说他 通敌 对不对 对 就把他烧掉 他好人啊 为什么那么早就死掉 还背这个冤迷 为什么 这气数进来 就是天数 天数在那个地方 已经定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这个再有天理啊 你还是走又不了这个天数 你一定要等到这个气数 晃 或是绝 才能 才能决定你这个人的融入 是这样 你说 有人讲我们唱 没有天理啊 没有这个 叶辉 被关在监狱里面 他一直叫 天理糟糟 天理糟糟 对啊 是天理糟糟啊 但是你的气数进了 是这样而已 所以 整个 我们讲 儒家告诉我们的 心灵的这种瓶颈 非常重要 平淡 你就算天理 天数进了 你都要接受 其实 这个怎么样 才开始 重新所益 的预矩 你知道这样就好 其他的就是 天数来这个地方 那么 有时候 现代学者 常常会批评 儒家 是一种 比较暖露的 不是强硬的 不是乐观的 而是悲观的 哲学 告诉各位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从这个 很明显的 这个哲理来看 你把他念了以后 你了解他的意思 你自己会告诉我 告诉自己 不是我做的不好 是这个天不住我啊 然后 这个是你在 你在消极的时候 在低沉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想 说这个天数 我没有办法 安排我下 我还是还要努力 也就是说 当你在低潮的时候 你要用这一句话 来免疫自己 安慰自己 鼓励自己 不是我不够 不够努力 我没有逆天啊 逆天就会很操劳 是不是 就会很劳碌 你顺天来做的话 你就会很安逸 那个成败还在后面 是成败还在后面 只是你会很安逸 或者是很劳苦 是这样 当你得益的时候 你要想到这一句 这是天数助我 不是我自主而已 也就是说 你失忆的时候 不要意志消沉 你得益的时候 你不要 忘心得志 得志忘心 在告诫我 所有我们心灵平静来以外 外面的行为 虽然还有天数在决定我们 但是我们只是问心无愧 我们做事情问心无愧 根据我们老子中讲的那些规矩 我们都在做 成败那天数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我失忆啦 我不要失智 我得益啦 不要忘却 就是来借告我们 所以他其实对我们人生 是有积极的意义在那里 可是那个命又是怎么解释呢 天数还有命之所在 人不得而强之 所有儒家在讲这些道理 都是天地人合一的 天人合一的问题 所有的东西都在天的主导人在做 人要怎么做 就要顺天合一做 就要顺天合一做 不要逆天 所以这个树 这个礼 这个命 都是天 天定的 而他就是天数 他是天礼 就是天命 五十而知命 人到五十而知命也就在这里 你到五十岁 我常常这样讲 你到五十岁了 你要知命 不是你要有那种宿命观 而是你要知知命 知命是什么 知命是什么 知命就是知道你自己 有多少资源 比如说你说你做生意失败了 倒闭了 倒掉 倒掉一百万了 你还要赶快去找你亲戚朋友 凑两百万来重启如照 是不是 但是你亲戚朋友没有这两百万啊 所以你要知命 知道你自己的资源在哪里 你有多少钱来做这个生意 你有多少能力来应付这些人 这就是知命 不是住命论 不是说 啊我命中就生了 那谁知道他 那就是 那就不是积极的 积极的生存道理 而知命就在这里 不是宿命论 我的看法是这样 绝对要把它分开 宿命论是消极的 知命论是积极的 你要知道你自己有多少资源 可以投入多少心力 然后你可以做这些事情 你不要做 人家在说 台湾都在说 说什么 不想死了 要做好这些事情 这就是你不知命 你只有资源 你就多一资源 多一点点 你的能力所及的地方 去做这些事情 这才叫知命 不是宿命 宿命是说 我发现就这样 去消极的 知命就是 你知道你自己 人际关系 金钱啊 环境啊 什么这些 都是你的资源 你要了解你的多少资源 怎么样去利用这些资源 叫知命 是积极的生存道理 所以这个宿 就是天宿 你就是天理 加个天 大家都懂啊 命就是天命 儒家讲的就是 天人合一的理论 所以我们要顺利天 天会帮助我 这是一个 你的道理 那总之呢 我们说 儒家整个道理 就在求得你心里平静 凡事能够放下 老子的道理也一样 他们都求得心灵的逍遥 为什么要求得心灵逍遥 一个大原则就是说 你少欲 欲啊欲望 把你的欲望减低了 怎么样减低 就是我一开始讲的 活在当下 你在那个环境上 你不能要求太多 只能在这个环境下面的资源 你可以去请用 你不要的气望太多 你家里存着一百万 你不能买三百万的被子 你一百万只能买七八十万的东西啊 活在当下 然后你要致命 整个心灵 你能够平淡下来 清静下来 你的欲望不要太多 在这个适当的环境下 你应用你的资源 你就会活得很快乐 你做到就会很多好朋友 这些好朋友就是经过我们刚才讨论的 那个三个原则去挑选 你终身都会学习的很快乐 就像我今天很快乐一样 都有很多好朋友来 这样子 大家来互相分享 互相讨论 这也是人生的乐 等一下回去没有饭食 我吃个面 羊羹面 二三十块 我用群不多啊 我不要麦当劳啊 也不要快餐啊 也不要定食啊 对不对 很快乐 就这样 那我们都来吃羊羹面好了 哈哈哈哈 这样可以 一三十块 一三十块 三十块 老师那个 我们常常在 一般的这个民间都讲说 像那个连战啊 发现他有这么多钱 富可敌国 那就是没那个名字做总统 那不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他没有天命 天命 还有 你讲到这个 我刚刚讲的 大家忘掉了 你讲到这个 这个 我讲一个例子 我们 判断事情 最好就是用 比较开阔 比较 宽广的胸怀 去评论一件事情 我讲一个例子 你们想想看 我们到 就是因为立场 部长不同 解论就不同 同样一件事情 一定有正反两面 是不是这样 有正面有负面 我提一个例子 谁 给孤政府 孤宽明 是不是立场说对立 但是他们家里 是不是同一件事情 是不是 孤政府的立场 他就讲 他们家的田地有很多 然后经过层层的375剪租 下放给电农去更做 这个为什么 就是要复清台湾的农村生产 这是大局 这是大局 结果 换了一些什么 台语的股票 是不是 让人去当党董事 还是董事才说我不知道 总是把这些田产 分给电农 把这个守折 就分给他一些股票 当作是一个企业家 从一个大地主 转换成一个大企业家 这在立场转换 是不是 那为什么要立场转换 就是政府的政策 375剪租 要把台湾的农地 耕地 增加生产 是这样的 郭宽明的想法 他是怎么想 这一批田地是日本政府给我 当时是日本政府给他们 分配给他们 怎么分配 因为听说 是他在欢迎黄金 而这个是传说 事实上是他爸爸是 跟日本人是 谈和 为什么要谈和 为天下苍生 怕他进来赌城 日本人会乱滥杀无辜 所以他就跟他谈 我们都不反抗 那你就 这个让人民安居 这也是一件好事 日本政府就是因为这样 就会分配一些农田给他 好 郭宽明的想法说 这些怎么进行 日本政府给我的 日本政府给我的恩惠 现在你国民党政府 都把我收掉了 你害我勤家担长 谁对 所以他是请日本的话 还要请台独 是不是这样 事实这样 一个事实会有两个结果 就是思维不同 事实不同 一个是你把我财产征收 一个是你给我很多土地 那么我们说要大义当前 你怎么判断 不管好坏 你说国民党政府也好 中国政府也好 共产党也好 毕竟是我们一个民主 日本人给你的好处 都是大和民主 先要有民主正义 民主意识在里面 你才来判断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不能说以个人自己的利益 所以孔子也告诉我 说我们要大有大智 大智慧大有 然后大人 也要基于信中有志 连一个刺客 他要定他的正义都要 虽然有有 你还要有我伦 人力理智性 大王家女士 这个人与自信的信念 也就在于大中大于大人大智 是不是 我讲孤宽明这个家庭 同样一个家庭 同样一个事实 为什么认知不同 就是那个大义大正 在摇摆 就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大概肚子饿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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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长 会长来做一个自卸子 对 对 那那个讲师 这是我们的新的会长 新的会长 好 新的会长 好 要等大家 那我们感谢老师了 对 对 自证那个我们的 勃勃的一个意思 来 掌声 不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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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洋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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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太多了 来来来 谢谢 来